記得我大約十七八歲 就自己一個人 來到台北這邊打拼 不過呢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是跟我一樣 就是北漂的朋友 那大家呢 最思念是什麼 當然就是家鄉味 那我想到一道菜 它的地點就在台南 台南大概叫做美食之都 你覺得它有什麼菜 那我很思念很想念呢 當然就是 虱目宇宙 好 今天呢 我們來做一道非常好吃的 虱目魚鹹粥 那這道食材有 虱目魚一條 虱目魚肚魚片 然後鮮蚵 還有雞高湯 薑末 蒜末 紅蔥頭 芹菜 香菜 洋蔥 還有一大匙的香油 這道菜的部分呢 其實一開始就是要 最難處理的這個虱目魚 那搭到 虱目魚本身的魚翅很多 一條虱目魚呢 平均來講 也會有到200多根的魚翅 所以呢 它真的是需要 很細的這個心思 把這個魚翅把它剃乾淨 好 今天的部分呢 我會叫把這個呢 虱目魚本身的這個魚背肉 把它取下來 好 在這個地方的部分呢 有一些的骨翅 骨翅的部分呢 我們必須要去挑 所以呢 其實你這樣子撥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 這個魚翅慢慢會跑上來 這個你沒有挑乾淨的話呢 其實家裡譬如像有老人家 有小朋友的話 其實吃起來是非常危險的 所以呢 每一根每一根的細翅 你看看這個 補起來 有沒有 都站立起來了 所以其實呢 每一隻的細翅呢 你都很用心的把它挑乾淨 這麼吃眼力的 這麼吃眼力的 哇 你看這個 打魚翅 哇 這個時候就很需要葉黃素 同樣的價錢 當然要買日本魏王葉黃素 第一顆星星是4K 今後整天葉黃素最高的性量是 30毫克 不過很多媽媽的 你們就要去買10毫克 20毫克 是什麼呢 第二顆漆 玻尿酸 媽媽你都知道 這個面子會水嫩水嫩變元氣 日本魏王幫你加這個玻尿酸 而且是一份第一大品牌的 你看你也吃下去 齁齁 水噹噹 第三顆星 日本魏王的葉黃素 玉米黃素 玻尿酸 都是屬於游離型的 就是它本身分子小 所以你的吸收很快的喔 第十顆星 這一款葉黃素 加了B1誘導體 可以增進四神經系統的健康 還有維生素A 幫助維持在暗處的視覺 你都聽不懂對不對 解釋不懂 簡單的就是 暗時髮手的筋 你看的臉 走路也好 散步也好 工作也好 你晚上你就不用擔心 看不懂喔 第五顆星 照顧一個吃素的媽媽 我前部都是全素的 連膠囊也是全素的喔 安心食用吧 五星級葉黃素 給你五星級喔 哇 你看 這個魚翅我已經挑好了 多乾淨 我們接著就可以來做了喔 好 剛好挑魚翅的肉 先下鍋 這個鹹粥呢 必須要先用虱目魚肉 來做一個打底 那油不夠 我們就補一點點的香油 好 稍微把它煎一下 早期的虱目魚粥呢 會用這個魚皮啦 魚骨頭啦 下去熬這個高湯 讓整個粥品的鮮味會更好 那你在家裡做 你可以像我這樣的方式 把這個魚翅把它挑完之後呢 骨頭的部分呢 可以拿去熬湯 肉的部分呢 可以把它切成末狀 炒一炒 那在炒的過程呢 本身的魚油也會釋放出來 好 記得 鹹粥的元素 會加點蒜酥或蒜末下去煸香 然後再加一點薑 薑可以呢 幫我們做去腥的效果 洋蔥會增加甜味 好 這些下鍋之後呢 我們再補第二次的這個香油 你要讓它有一點油脂感 這時候可以把它轉成消火量 小火慢煸的方式 整個的魚鮮味 整個的一個香料味道 就會產生出來 好 整個香味都已經出來之後呢 我們直接下高湯 再加點水分進來 等高湯煮沸之後呢 其實我們就來下其他的部分 好 這個高湯部分呢 其實你已經聞到味道了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稍微來調味道 然後加點胡椒粉 鹹瘦這個很必要的 就是胡椒粉的味道要足夠 就把它加進來 那它融在這個湯頭裡面 然後鹽巴 鹽巴的味道呢 也建議大家不要一次調太多 等一下我們最後還有先刻要放進來 所以呢 少讓鹽巴 好 基本的味道都調好之後呢 到底要先煮濕木魚 還是要先煮粥呢 當然是要先煮粥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準備白飯 這樣子煮鹽粥才會快 所以呢 白飯 白飯 白 欸 都白飯啊 老兄 老兄 不好意思 幫我開個燈好了 奇怪咧 白飯 都不會有 喔 原來在這裡啊 白飯啊 是不是 你以為我真的演癒不好嘛 我真的演力不好嘛 我是有吃葉黃曉對不對 好 那這個時候白飯 把它加進來 米飯的部分呢 就它會直接吸收 整個的高湯的味道 那你會發現到說 魚肚跟這個鵝仔怎麼還沒下 第一個部分 我們下爾ce肉 先把它拌開 那拌開的過程呢 它就開始吸收這個高湯 那大家會問說 那這個鹹粥是不是沒有吸收到 這個蚵仔本身的鮮味呢 不用急 我們等它滾沸之後呢 我們要維持海鮮類的嫩度 我們必須要讓它滾沸之後用泡的 用泡的是最好吃的 好這邊已經開始已經有滾沸了 魚肚 自己要吃的 或者是宴客 你就可以這樣整片下去 就像這樣大氣 放進來 好放完之後呢 你就左右撥一下 讓食材往旁邊跑 好再來就是鮮蚵 鮮蚵需要先做什麼呢 很簡單買回來之後呢 把它洗乾淨 然後就把它抓起來就好 一顆一顆你就放在旁邊 這樣煮出來的鹹粥是最鮮明的 好這時候你會發現到 湯汁的部分慢慢在滾沸了喔 所以大家不要急 就等著它整個溫度上來之後呢 我們再轉成小火量 不要讓它太高溫 魚肚的部分呢 它本身中間有這個魚油 也會慢慢的凝固起來 所以這個絲母魚肚好吃的地方就在這裡 好你看現在湯汁已經滾沸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轉小火 轉小火的同時呢 我們必須等待個三分鐘左右 第一個讓它熟成 第二個我們要準備芹菜還有一個油蔥酥 所以都是最後加 最後加的香味才會有助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芹菜 也把它加進來 也把它加進來 好最後是我個人最愛的 我會點一點香菜 增加它整個風味 在這邊稍微剝兩下 哇你看這個憲哥 飽滿飽滿啊 你看有沒有 用泡的要記得 絕對是要泡的 好吃完之後呢 晃兩下 讓它味道呢 去跟湯頭做結合 這個時候就是我們最期待的 上菜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